影丁海银唱周华健,朋友!2000台粉回送惊喜让他哽咽! 丁海银粉丝见面会演唱韩版,朋友,粉丝线上惊喜影片让他哽咽! 图西林娱乐!2018年3月4日 南韩演员丁海银金4日在Tik聚办粉丝见面会,台北场更是出道以来的首场,对他来说别具异议。 台上他也展现十足诚意,表演周华健的代表作,朋友! 除此之外也一一回答粉丝提问,互动打篮球,射飞标,而只要是上台的粉丝,下台前都提出自拍要求,即使遭到主持人拒绝,但他本人来者不拒,一一完成粉丝心愿,暖聚羡慕台下观众。 活动上,丁海银还抽出幸运粉丝进行视讯,虽然只有短短一分钟,但结束时站在座位的粉丝喊话提出自拍要求,虽然主持人立刻拒绝,他却招手叫粉丝上台,自己也走到台下与粉丝自拍,惹得全场羡慕不已。 不过除了该位幸运粉丝,在见面会上半场也有不少人提出自拍要求,虽然主持人结界所能阻止,但他本人直言没关系,自动拿起粉丝手机拍照,展现十足诚意。 丁海银粉丝见面会 图西林娱乐 2018年3月4日 建面会中场,丁海银换上第二套衣服从观众席登场,表演了韩版的朋友,从演唱中仍能见到他紧张情绪,一度抢拍,唱错词,台下粉丝仍捧场尖叫支持,在歌曲最后,他也唱出中文歌词一句话,一辈子,一声琴,一声琴。 一杯酒,获得满场鼓掌及尖叫。 在活动结束前,萤幕上出现粉丝准备的惊喜影片,台下也举助手符,更排出我爱张爱字样,让丁海银满是感动,他抢人泪水。 感谢大家说,我一辈子不会忘记,感谢大家的礼物,累了时候我回头会看看这些,感谢大家。 后路只想让粉丝看到他微笑的样子,更在最后读出手写信,约定下次会再来台湾。 他今晚粉丝见面会共有2000名粉丝购票支持,近账600万台币,将于明天离台,班机不公开。 丁海银粉丝见面会,图西林娱乐。2018年3月4日。 丁海银粉丝见面会。图西林娱乐。2018年3月4日。 新闻授权来源。 Now News。